由于我供应上新疆改变了我的居住环境 改变了十几年十六年 我东北新疆我确实说待了十六年多 我还感觉没有东北好 但是说我通过这次来到圣权的来 我想下一步要改变我供应他们的生活环境 居住环境 叔叔阿姨你俩是从哪里来呀 我们是从新疆 新疆来的 新疆的南部 库尔勒 听口音好像没有新疆的味道 那个是那样的 我们是黑龙江的 黑龙江一村的 已经是在新疆居住十六年多了 十六年多 这次我们回黑龙江办事 以前就是说关注过你这个视频 回家回到新疆 回到东北黑龙江办事之后 就是说完了我们就到这来考察了 特意来 特意来 您是来第几天了 今天来是十五号到的 今天是二十二十四号吧 我知道你 九天了 九天 九天了 那当初来考察的时候是你俩都是都想过来吗 还是怎么样呢 没有 我不想来 您是怎么想的阿姨 我想就是来这块年纪太小来太早了 现在就来养老 啥时候是头 您几年多大 六十五 六十五 那一开始您是不想过来 但是 对 陪的来了 您是被这个叔叔拽过来了 拽过来 然后您来了这一段时间 您感觉 这个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有 还是有 有变化 变化挺好的 这主要是挺适应这块的 最起码我 说话的声音变了许多 我是假装献流做的切除 在新疆感受不了 说话老哑 到这咱就不太不太哑 基本就不太哑了 再就不用吃管嗓子含的的药 就是这样 这边可能是比新疆那边湿润一些 湿润一些 湿润一些 这边这边环境 都挺好 这老的小的 他也真热情 见着不认识也打招呼 在新疆 没有这样的事 自己过自己的头部太眼睁 到这真是挺好 以前我是住黑龙江 黑龙江冬天的气温 低太冷 时间太长 再一个你就说 现在到新疆去住 你是去普门子女去住 就是子女 子女在新疆 子女在新疆 在一个新疆已经住了16年 在这 最现在 那子女孩子已经不用我们管了 我们可以脱手了 现在就这样 但是新疆 就南部的气温太高 干燥 所以居住就不太适应 就是说您当时 你们老两口去新疆 是就是去帮忙这个照顾孩子 照顾小的还是什么 一开始不是照顾孩子 一开始说公子结婚之后 我们他领地上新疆 咱们想孩子 就笨孩子就去了 那时候他还没有小孩 您就一个孩子 就一个闺女 对 我来这个 就是说咱们这种养老方 是吧 大伙在很多地方没有 他不长不了解 有一说你上进老院 你都好像 说你这种想法不对劲 完了也不支持 有的还说你怎么 好多反正打退场 就是说不支持的人特别多 亲户也好 朋友也好 都是这种态度 起码你不用交取暖费 不用交物业费 而且每个月还给你 50块钱的水电费免费 还提供服务 擦地打扫尾声 你改家也住房 你看这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这里虽说是养老院 更像 其实更像一个养老社区似的 对 就是在这个小区里面 全是这个差不多同龄的老人 在一个你看我来这么几天 加了好多微信 什么北京的 什么山 那个就是东北好有个地方的 就是一见面一唠嗑 东北说话唠嗑 一说话 完了就加个微信 他们主动就是 还有河南的 就是主动说你 领领来 哪个不知道 他领的你 看哪去玩 在咱们的家的话 好像这个事情不存在 我这个邻居住了多少年 四五年 那个这个新房 四五年的邻居 我都没上人家 坐过一分钟 没去过 没去两个都没去过 所以说这样 谁一见面 一说话 说起来 像亲 像朋友似的 好像 因为咱们这打造的是一个 这个互助养老的一个氛围 所以说这个养老的一个氛围比较好 反正我挺信赖 我挺喜欢的 主要是心情好 你看看唱歌的 跳舞的 拧东北大样儿的 特别我们东北人都 拧拧样儿 这挺好的 您 您没参加什么活动 没有 我啥 我来到这 我心思 我没等学会 我就 交走了 交走了 就是在这 在一个我们还得回黑中江 我们是一寸市吗 家里还有事没办完 回去办一办 办完以后 我们肯定还得回来 房子都买完了 那你能不回来住吗 还得上这养老